上个月40系显卡首发 我们已经领略到了4090强大又夸张的性能了 结合上DLSS3的补帧与Reflex的延迟降低 可以说这代显卡的帧数表现还是相当有看头的 这期节目将为大家带来40系第二张解禁的显卡 RTX4080的火神的首发评测 它的性能表现究竟如何 能不能打过3090 和4090有多大的差距 功耗还会和4090那样夸张吗 看完这期节目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节目的开头我们还是先分析下理论规模上的差异 4080的GPC数量被阉割到了7组 SM单元的数量只有76个 扑大数量为9728个 RT Core和TensorCore分别为76个和304个 并且各升级了一代 减存虽然容量增加了4G 但是位宽被阉割到了256比特 带宽只有716.8GB每秒 但从规模上判断你可能会觉得 就这这基础规格还不如3080Ti呢 性能能行吗 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因为用上了更先进的台积电工艺 4080的晶体管数量相较于3080Ti 提高了62% 频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来到了2.5GHz 非公版频率还会跑到更高 所以这张显卡的性能表现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 七彩虹的RTX4080火神 公版4080的TGP是330W 而这张火神的性能微表属下 它的TGP是开放到了380-460W 严格意义上讲 380W的功耗 其实不需要太强力的散热就能压制住了 但火神毕竟是旗舰的定位 用料肯定就差不了 于是乎你就看到了 这张显卡的模具和4090火神 共用的是同一套 也就是三槽厚的锡片 外加9跟8毫米的热管 就这个散热规模 可以说是真的要把显卡冻感冒了 有一说一 这一代的火神 我个人感觉比上一代质感是好了不少 轴流风扇看着风量风压就高 全金属的背板配合浅灰色调 与金属拉丝工艺 也给人一种淡淡的高级感 这一代火神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把显卡侧面的小屏幕 改成了模块化的 如果你不喜欢屏幕 可以自己替换一个RGB的发光logo上去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装 拆下来的小屏幕 也可以放在桌面上当一个监控复评 还是挺有可玩性的 性能测试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测试平台 CPU用的是i9-13900K 配Z790Hero的主板 内存是支齐的DDR5-7200C34 电源是ROG雷神2-1200W 其他的配置大家就自己看图吧 基本还是之前4090首发的那套 这套测试平台 应该是可以充分发挥4080的全部性能了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跑分测试 首先是DX11理论测试 Fire Strike中 4080和4090是非常的接近 比3090Ti强出了不少 而到了压力更高的FSU中 4080虽然也能比3090Ti强 但是和4090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然后是DX12理论测试 在TimeSwipe中 4080正好处于3090Ti和4090的正中间 而TSE中则是和4090 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略微向3090Ti靠拢 下面是光线追踪测试 和TSE的结果差不多 4080比3090Ti强了20% 与4090有着不小的差距 接下来是DLSS超分辨率测试 可以看到4080的DLSS性能也很强悍 比3090Ti是强了不少 另外我们还跑了一下 40系显卡专属的DLSS3的测试 可以看到在超分辨率和补帧的双重加持下 4080愣是把40帧给抬高到了133帧 确实是有点夸张 虽然最终成绩和4090颇有差距 但是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跑分测完下面我们来进入游戏 看看4080的游戏性能表现到底如何 所有游戏均采用4K分辨率最高画质 部分游戏的抗锯齿闪像 会根据显卡的占用灼情进行调整 首先还是我们的老朋友CSGO和DOTA2 CSGO里4080比3090Ti高了70帧 和4090Ti有不小的差距 DOTA2是比3090Ti高了25帧 由于DOTA2不怎么吃显卡 所以和4090的差距并不算大 然后是PUBG和坦克世界 总体结果与CSGO类似 4080强于3090Ti 但是和4090之间 还是有个比较大的断档 下面是2077和D皮线5 这俩游戏说实话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4080是正好在3090Ti和4090正中间 比网游里的表现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是怪物猎人世界和大表哥2 和之前的情况也是差不多 看样子在单机游戏里 4080确实表现要比网游要更强一些 最后是沙盒游戏戴森球和坎巴拉 戴森球因为比较吃显卡 所以4080和4090中间又出现了断档 坎巴拉属于比较吃CPU的游戏 因此显卡差距 在这个游戏里并不算太显著 传统性能看完 我们再来看看光追性能 4080的光追性能和3A单机中的表现是差不多 也是正好处于3090Ti和4090的正中间 两个游戏的帧数都是几乎蓝要坎半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单开DLSS超分辨率 能提高多少帧数 4080的DLSS性能表现也不错 比3090Ti是高了不少 最后是超分辨率加光追的帧数表现 具体的表现大家就自己看表格吧 接下来是DLSS3的测试项目 这个项目我们测试了四款新支持DLSS3.0的游戏 碍于时间限制我就不一介绍 大家就自己看表格吧 这次测试我们是加上了延迟相关的数据 用于参考 后续显卡首发 传统游戏测试 我们可能也会加入这个数据 因为输入延迟的体验 影响完全不弱于帧数 其实之前4090首发里我们就提到过了 补帧是会消耗基础性能的 所以在显卡占用偏高的情况下 补帧的收益就没那么明显 而如果是CPU瓶颈的游戏 显卡本来就吃不满 多余的性能正好拿来补帧 收益就比较明显了 几乎能做到帧数翻倍的效果 由于这四个游戏在打开DLSS以后 基础帧数就已经来到了100多 此时显卡的占用率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这时候插帧并未带来 2077那样近乎翻倍的效果 基本上只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 不过延迟表现还是蛮亮眼的 超分辨率加补帧的延迟 基本上只比单开Reflex略高 甚至部分游戏的PC延迟还是下降的 相较于单开超分辨率和Reflex增加的延迟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利大于弊的技术 对于性能不太强的显卡来讲 收益应该是不小的 普及以后对消费者肯定不是坏事 跑完游戏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力项目 首先是非常吃显卡性能的OC渲染器 这一项测试中4080虽然是只有40907x的性能 但是也比3090Ti强很多了 PR和AE由于确实是不怎么吃显卡 40系和30系并未拉开太大的差距 不过4080的分数还是要略高于3090Ti一些的 在达芬奇测试中4080只比4090弱一点点 强于3090Ti与3090 在H264265的视频编码测试中 4080的成绩也是介于4090和3090Ti中间 最后是SPECVPURF2020的工业软件测试 总体来看和之前的结果差不多 4080是大差不差 正好处于3090Ti和4090Ti的正中间 下面是显卡的功耗和温度测试 室温24度单烤FORMARK 整卡的功耗最终稳定在了370W左右 风扇转速1800 温度仅有63度 这个散热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可以了 毕竟4080火神直接用了4090火神的散热模具 散热就不可能会差 就是在挑选机箱的时候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显卡的尺寸 这一代显卡的体积都不算小 避免出现塞不进机箱的尴尬场景 节目的最后来做个总结 4080和4090的性能差距还是有的 毕竟它俩中间大概率是会有一张4080Ti的 但总体来看4080也是比3090Ti强了 大约20%到30%左右 网游里的差距不大 但是单机里4080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可能是架构革新以及缓存加大带来的优势 从使用角度上分析 4090是允许你在各种优化不差的3A大作中 关闭抗拒尺以后 画质全开还能保持4K144赫兹的帧数 而4080想要在3A单机中稳住4K144 是需要稍微降一点画质的 只能开高而不能开最高 但是吧 40系显卡的DLSS的性能其实很强 而且还有插帧技术 说实话 如果不介意那一点点画质损失 是真的可以做到画质和帧数 我全都要的 比起30系显卡来讲 我觉得这代最大的升级还属能耗比 之前三星工艺确实是太拉了 在散热和噪音上 这一代显卡是比上一代要好不少的 DLSS 3.0的插帧也很香 就看后面4070与4060的表现到底如何了 好 4080显卡的首发到这里 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币一键三连 我们是全车UP主 你的三连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硬件茶谈 我是复良麦茶人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